记者曾建明新北报道,新北市新庄分局福音派出所警员吴声舞,王顺华与警专述期实习生陈维辰,日前晚间在辖区执行巡逻秦武时,意外发现一名男子寒几可疑,熟了正当三人准备上前盘查时,男子突然拔退狂奔,警员察觉有意,马上徒步从后追赶,甚至向民众借脚踏车, 双方追逐约500公尺后终于逮捕该名逃医的外籍移工 警方调查,该名27岁越南籍软性男子,五年前来台工作,原先在台中市的工厂就业,却因工厂待遇不佳,再有人怂恿下逃医,从此四处打零工为生 日前晚间八时许,阮男在新庄区新树路,琼林南鲁附近游道,恰巧碰上巡逻警员,其中还是警专实习生的陈维辰 也跟住追捕,巡逻意外逮捕陶一外劳,让他直呼,真是难得的体验 甄讯时阮男工称因为先前的工作待遇差,才会跟住朋友来到新北打工 没想到陶一五年多都没事,却意外栽在巡逻警员手上,警却后将他移送新北市专勤对收容带遣返